1997年回歸 我還記得參與當日的儀式 目睹回歸 當時很興奮 歷歷在目好像昨天一樣 其實我出生的時候 家裡就住在馬祥隔離 我小孩上學的時候 也在這裡走上學 中學也在馬祥隔離 所以我頭三十多年 都在馬祥隔離生活 所以對賽馬 是自然很喜歡的一件事 覺得很自然的一件事 已經25年 可以真的引證了 一國兩制馬照跑 就算在新冠病毒疫情 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我們一樣是無間斷地繼續跑馬 也是為香港人帶來一份娛樂 馬會一直都沒有停過 建設更美好社會 1884年開始創立以來 一百年前已經開始 做慈善捐獻了 大家都很可能知道 賽馬會的診所 賽馬會小學 很多賽馬會的機構 很多很多 香港很多的公園 甚至維多利亞公園 香港公園 九龍公園 海洋公園其實都是馬會出資的 我們跟廣州市添證有一個合約 就是幾年之後 會在我們自己的松花馬場 就開始跑馬 跑馬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價值鏈 整個的價值圈 其實包括賽馬 肉馬 訓練 買賣 跟著金融方面的資助 融資 保險等等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生意網絡 在香港 因為地理環境的問題 根本沒有可能發展 有了內地有了大灣區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可以將來考慮的機會 所以不要只看賽馬 其實有很多商機是可以做的 隨著中國的繼續興起 其實給我們的機遇是很大的 我們怎麼可以利用到這個機會 繼續發展香港 繼續發展我們的事業 為國家、為香港多做些事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必定的一個很大的機遇 一百三十八年前開始 到今天也經過無數的衝擊 但是一次又一次 香港都是憑著我們的香港精神 一一度過難關 我對香港是一個很濃厚的感情 而我真心感覺 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好的地方 我也相信很多年之後 香港的發展可以更大 比今天更好